为了协助民众表达慎重追远 花莲县政府清明扫墓便民的服务措施 在4月3号及4月4号廉价期间 于花莲县50处较大型的公墓 以及纳谷塔搭设便民服务台 备有鲜花以及矿泉水等祭祀物品 提供乡亲们最及时的服务以及需要 又到了一年一度清明扫墓的时节 花莲县政府为了让乡亲能够安心 缅怀仙人恩泽 从民国102年开始规划办理清明扫墓便民措施 今年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 清明是华人的三大节庆之一 又适逢连续假期 很多在外县市的华人子弟纷纷返乡扫墓 每年清明事业都会攻城祭祖 祭传 孝师 以免怀仙人 欢迎政府今年度再度办理清明扫墓便民服务措施 将这民意得归后制优质 许署推广到并且传承给后代子孙 欢迎政府名政策处长江洛传表示 4月3号和4月4号一年两天 遍布全县史南乡镇寺公墓 纳古塔设施以及寺庙等50个据点发放 相信就可以到最近的据点领取鲜花以及服用品 这次发放数量多达28000树的鲜花 以及11000套的服务用品 相信一到公墓就会看到 县府设置清明扫墓便民服务台 提供的鲜花和服务用品 也有县府同样的贴心服务 而工作人员更是亲切的迎接扫墓的民众 将鲜花以及服务用品交给需要的民众当中 增添了问心的画面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